樂活so much 拳擊賽正式開始 渣男 你這渣男死亂中去 你能放開想 還剩八個 剩八個 然後還不回家 還一直賭博拿錢 快升行 你知道我腳都先投嗎 好了好了好了 但是你死被Cue出來的 好了不然等一下出人命了 我們先 好 OK 有塑藥了嗎 有 舒服 防災壓力有沒有輕一點 有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聽到 很多不該聽到的 不是 你是真的碰到渣男嗎 還是怎樣 曾經碰過還是怎麼樣 沒有 我老公生了八個 對啊 我另外一半人很好 只是因為看韓劇 我有這些情節 然後我就很容易被帶入情感 真的就很 非常激動 非常激動 然後就是很真情的 很融入 很融入在這個 輸發輸壓的方式 比那個球有用 而且Miki是都不能還手的 對啊 他是都不能還手嗎 而且他剛剛 他這應該叫做最新的挨打大賽 本來是這樣 對啊沒有防 我最有感最明顯的一次是 去年我參加一個友台的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的內容就是 要找一群女生去打電競的比賽 電競啊 對我平常雖然有在玩 但是我就是 也沒有到很厲害 就是興趣而已 但是在那兩個月內呢 就是高壓集訓 是 每個晚上七點 大家 因為我們是五個人一隊 一組就對了 對我們五個人都要定時上線 然後教練會視訓指導我們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打遊戲其實很吃天分 是 謝謝 就算後天再努力你進步的空間真的非常有限 然後你那時候就會開始怪自己 就說為什麼我那麼爛 為什麼我沒辦法幫到大家 就很怕拖累大家 就是扯後腿這樣 然後壓力超大 而且我這個又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我再怎麼一天練八小時 我還是那樣 然後我就整個晚上睡不著 然後也吃不下 然後開始頭痛 然後最嚴重的就是 我生理期兩個月沒來 就是參加那個錄製的期間 生理期完全沒來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是不是有可能懷孕還是什麼 我就立刻去婦產科看 是 然後他就幫我驗 就是沒有懷孕 我說他怎麼會這樣 他說 你這個很明顯 一看就是壓力太大 他先開那種比較 弱效的藥 養溫的吹精藥 對 給我吃 然後吃了兩個禮拜 還是沒有來 然後想說完蛋了 我會不會真的有什麼疾病在裡面 他說那我再開個強一點的荷爾蒙給你吃 是 然後吃了兩個禮拜 才終於來 等於是我整整兩個月是沒有生理期的 所以這是壓力造成你那個好朋友 兩個月沒來了 對 那子晨平常用什麼書 第三種是我推薦最好的方法 也是在楊博士的書籍上面有特別強調的 就是透過一些好的香氛 像精油 如果您選擇精油的時候 要知道一件事情 影響我們情緒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物質 叫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 除了選擇好的味道以外 好的天然的精油以外 最好是那個精油裡面 有非常好的微量元素 在精油裡面 因為我們在情緒起伏的時候 其實要讓我們的情緒可以穩定下來 要分泌一些多巴胺 或者好的一些穩定情緒的一些激素 其實需要很多的微量元素的 可是因為現代的土壤缺乏 所以造成很多微量元素缺乏 所以他說其實現代人的精神疾病 會越來越嚴重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 一方面真的是我們土壤裡面缺乏太多微量元素 所以他說如果可以 我們在這個透過秀吸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 秀吸這個部分 在楊博士的書我特別強調 為什麼他很推崇秀吸這件事情 因為秀吸是最快進到腦的 所以對於你的情緒穩定效果很好 第二個就是說透過秀吸的方式 也可以補充我們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因為腦部在穩定情緒的時候 也需要大量的微量元素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好的精油 如果那精油裡面又有好的微量元素 你就可以同時再放鬆情緒 同時又可以休息到好的微量元素 然後幫自己的情緒給穩定下來 這很重要的 楊博士也蠻推崇 就是他也蠻推崇靜坐的 因為他覺得說靜坐 當你心靜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趕走一些負能量 那如果也有剛剛您提到 甚至博士他所說的有香氣來幫助 又透過一些好的精油 微量元素來紓壓 其實是很棒的 那精油的種類很多 那剛剛你提到楊博士是特別強調 它是要有微量元素的 對不對 那它是一種負方嗎 其實呢 精油是否選擇單方或負方 可以依照你的喜歡 選擇一些比如說 一些專業人士所已經調配好的精油 它已經針對某些特定的功能來幫助你的 我覺得更簡單 簡單說就是我們可以借專業或借力來使力 我們就不會花那麼多腦筋 選擇他們幫你選擇好的 因為花那麼多腦筋 又是另外一種壓力又來了 對不對 那您紫辰也會用精油嗎對不對 會耶 因為我很喜歡 那你怎麼用呢 在泡澡的時候滴一些精油 就是浴室裡面 你有熱水可以放鬆 然後那個水蒸氣會把精油充滿整個浴室 然後這樣子雙重的享受一下 我就會覺得很放鬆 精油畢竟是屬於油脂類 所以它其實不容易水 加上水以後它會容易氧化 反而造成不太好 所以呢就是各位如果真的要點一些精油 可以用一些精油的這種震蕩器 我們都知道其實精油分子非常小嘛 那因為精油分子 其實如果你在平常休息的時候 如果分子比較大 你不一定可以完全被我們腦部給吸收 如果可以透一個高壓震蕩的方式 把我們的精油可以物化 物化之後呢它沒有加上水 所以不稀釋 不用擔心它浴水就會滴下來 再者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它設計很好的地方 是說它是就兩分鐘就會震蕩 然後休息一分鐘 所以其實你在精油濃度上面 它可以幫你已經自動調整好 你不用擔心你的精油會浪費啦 還有就是你其實連續點兩個小時 它自己也會停掉 然後讓你可以去持續採受這個相分 這個大概幾瓶喔 這麼聰明喔 室內可能幾瓶 25瓶 其實類似這樣的東西在市面上很多 但大家盡量選擇就是台灣生產製造的 比較安心嘛 因為我們其實在睡著睡覺的時候使用 如果它那個馬達太大聲也不太好 另外我很喜歡一點就是說它其實還有燈 它有七彩的燈光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情緒低迷的時候 你有時候很多人會習慣晚上關暗暗的 但其實如果你有一些不一樣顏色的燈光 它其實會讓你的情緒比較容易安定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你不要燈 你也可以關掉 所以它又可以當小夜燈 然後又可以幫我們把我們的精油給霧化 然後又不用被稀釋 而且這個方式也是這個楊博士最貼見的精油的方式 那它有比如說我白天適合的嗎 因為白天你不能用晚上會想睡覺吧對不對 不會其實有不同的精油 其實它有不同的效果 比如說我很推薦大家可以選用一種叫做意念提升的概念 意念提升 對它裡面就是會有一些幫我們意念集中的這個精油成分在裡面 比如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更專注地做這件事情 頭腦更清楚 唸書的時候 唸書的時候也很適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禪靜靜心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需要一些冥想 去把我自己所有的事情給放空 而且我可以在腦筋裡面不用去想那麼多分擾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也非常推薦 就是我們好好睡也很重要 因為楊博士說人生有三大問題 一個就是你的工作不順暢 一個就是你沒有辦法好好的安靜下來 一個就是你要辦法好好的睡 對它說如果你這三個都可以解決了 其實你的身體很多的疾病就可以改善 我有一個問題 要盤一個 那如果冥想真的很想睡覺可以繼續睡嗎 你就睡了 對 這樣反而是好事對不對 是好事 我們在就是睡前的冥想一樣 就是請大家眼睛閉上 然後您可以放一個您舒服的靜態音樂 然後我們一樣 跟剛剛一樣 我們一樣吸五吐九眼睛閉上 然後吸氣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感覺你自己 所有的這個吸氣的部分 把整個胸前